好 接下来我们再看 Socrates 苏格拉底 还有我们刚讲的 Plato 柏拉图都讲过了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 再不得不提的一个人就是Aristotle Aristotle叫做亚里士多德 Aristotle was another great philosopher and a student of Plato 亚里士多德是我们另外一个 必须要提的古希腊非常重要的 一个哲学家 那么这个哲学家呢 他是谁的学生呢 他是我们刚才所讲的Plato 那柏拉图的学生 He wrote about science, art, law, poetry and government 所以大家发现那个时代的人都是全才 他关于科学, science, art,艺术 law,法律, poetry, 诗歌 and government以及政治 都有很深的噪音 所以这是我们接下来 另外一个要知道的Aristotle 好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 那么关于古希腊的两个重点的城邦和一些知名的学者 我们都已经介绍完了 接下来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 古希腊还有哪些方面是在我们托福考试当中经常考到的 我们一起来看 那么classical Greek art 叫做古希腊的艺术 古希腊的艺术呢 在我们的托福考试当中也经常涉及 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叫做 copied by the realms copied by the realms 那么这里面呢 说罗马人实际上 罗马人的艺术很大程度上是来源于古希腊的 古希腊的艺术是非常多样化的 而罗马呢 往往呢 是copying 照抄的古希腊 这个在我们托福的TPO真题当中 也专门有一篇文章 考关于罗马去 copy希腊的艺术的这样的一个点 那么接下来第二个 set lasting standards 那建立了持久的标准 那艺术的标准 other achievements in literature art drama 那说呢 他的这些成就在literature 叫做文学 art叫做艺术 drama 那叫做戏剧 那么在这些方面的成就 many consider the classics today 今天还被视为是经典 那那个时期的很多作品 今天还被视为是经典 many europe's traditions cultural standards began with golden age 那 那么许多欧洲的传统的和文化的标准 都是以希腊的这个黄金时代为标准的 那 所以他们的文化艺术是非常的厉害 那 我们继续来看 greeks emphasized the individual 那 希腊人特别的强调个体 个人思想的自由 以及个人思想的表达民主嘛 对不对 那么 因此呢 因此他们怎么样呢 exil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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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出 at the portraying the human form exiled 表示超出 圣出 因为他们非常的看重个体 所以他们哪方面很厉害呢 叫做pultry in the human form 那 pultry in the human form呢 用来指描绘 绘画 那pultry指的是画的意思 因此呢 人像化 肖像化 在古希腊发展的特别的好 继续往下看 in both painting and sculpture 在绘画和雕塑这两个方面 the greeks exiled at the portraying the human form 那 那么在绘画和雕刻 这两个方面 它的人像都是非常杰出的 那 所以这是艺术跟雕刻 sculpture 雕刻 这里我们一定要理解 那 好 那么 这里面呢 我们来看这两个图片 这两个图片不全部都是希腊的 这边一册呢 是古希腊的雕塑 而这个呢 是古罗马的雕塑 我们有一些文章呢 会把古希腊和古罗马 做一个对比 那么在把古希腊和古罗马 做对比的时候呢 通常会提到 他们的艺术上的差别 古希腊人呢 对于艺术的追求 往往比较理想化和完美主义 所以大家你会发现 古希腊的雕像呢 不管这真人长得好不好看 那么它刻出来的雕像 都是黄金比例 都是非常漂亮的美女帅哥 但是古罗马人不 古罗马人呢 跟古希腊人不一样 那 古罗马人呢 他呢 非常看重写实 所以他在做雕刻的时候 这个人长成什么样 他就会刻成什么样 那 所以呢 长成什么样 刻成什么样 就导致有一些雕像 刻出来的人并不是 非常的完美 非常的好看 那 所以这一点呢 是需要大家特别注意的 那 它并不是都特别的完美 特别的好看的 那 好 那么这个是我们的 这个做一个对比 那 希腊人的都是很完美的 那 好 说完了艺术和雕刻 在我们的托福考试当中 还有一个比较常见的考题点呢 是古希腊的戏剧 那 我们在很多文章 包括比如说 有的文章 叫做戏剧起源 那 那么但凡是涉及到戏剧起源的文章 都不得不提到一个地方和一个人 那 这个地方就是古希腊 这种人呢 叫做storytaylorism 那 story是故事 他要表示讲 storytaylor呢 表示讲故事的人 那么讲故事的人呢 这是一个专有的名词 它专门用来指古希腊的一种职业 所以你发现在古希腊呢 还专门有一种职业 叫做storytaylor 这种人呢 就是专门用来讲故事的 那 the ancient Greeks loved stories 那那个时代不像咱们现在 可以去看电影啊 可以这个有各种娱乐活动 什么话剧啊 演唱会啊 等等很多 但是古代没有这么多的娱乐形式 也没有电视 也没有互联网 所以当地的人的比较常见的娱乐方式 就是听别人讲stories 听别人讲故事 那么听别人讲故事 因此呢 during the greatian dark age some people became professional storytellers 那么在古希腊 有一些人就变成了专业的讲故事人 professional storytellers 他们的职业和专业 就是讲故事 那我们来看 他说到 the storytellers went from town to town earning a living telling stories 他们呢 不停地走 那从一个城镇 走到另外一个城镇 一边走呢 一边把自己的故事 带给这个 其他的人 they told the same stories over and over 而且那个时候的素材很少 所以他们就 把一个故事 反复地讲 反复地讲 and they told them in the same language 而且呢 他们只用一种语言讲 就是希腊 以greek 所以大家发现 有这么一种工作 叫做讲故事的人 他们只讲一种故事 每天穿行于不同的城镇 都讲同一个故事 而且反复只讲这个故事 于是就会形成一个 什么结果呢 it was not long until nearly everyone in ancient Greece knew all the story by heart 没过多久啊 这些希腊的人 就把这些故事 都记在心里了 那就大家的 听过太多遍了 所以就都记在了心里 they also knew the greek language by heart 他们也把古希腊的语言 这种希腊语 记在了心里 as it was the language of storytellers 所以大家发现 当有一种人 用同一种语言 在不同的很多地方 反复地讲 同一个故事的时候 这个故事的内容 以及讲这个故事的语言 就都被大家所熟知了 所以the storytellers told them 所以这个讲故事的人 对于一开始 大家都使用古希腊这种语言 对于语言的统一 是非常有帮助的 而且我们来看 讲故事的人 通常会讲到三种故事 那么第一种呢 叫做fables fables呢 叫做预言 legends legends叫做传奇 and我们看最后 myth myth这个单词 叫做myth myth叫做神话故事 所以他一般讲三种故事 预言故事 fables legends 传奇故事 myth 神话故事 那这是他们常讲的一些故事 那么我们来看这三种故事 第一种呢 叫做fable fable is a story that ends with a lesson to be learned 什么叫预言 预言呢 是一种故事 这种故事 往往会以一个教训 做收尾 我不知道大家小的时候 有没有看过一本书啊 我在很小的时候呢 我爸爸给我买过一本书 叫做一所预言 我当时还不知道这个人 为什么叫一所 那觉得这 哥们的名字很有特点 但是后来呢 我发现 学了托福之后才发现 那原来一所是古希腊 最为知名的 这个storyteller 那他就是一个 professional storyteller 他讲的故事呢 最后都有个经验教训 让你吸取 这种就叫做fable预言 那么再下一个故事呢 叫做a legend 第二种故事 叫做传奇 a legend is a popular story that has been told over and over again without something that happened in the near or far past 那么传奇故事 那像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什么样的故事 属于传奇故事 就是比如说 那我们看电影 叫做特洛伊之战 那特洛伊的木马图城 这个故事就是什么故事啊 就是legend 他也是古希腊的 sorrytellers 反复讲的一个故事 是一种legend 那好 那么第三个故事呢 叫做a miss miss指的是神话故事 a miss is a story about one or more magical 这里面说到呢 神话故事 往往是讲一个 或者多个神的故事 那什么维纳斯啊 维纳斯在希腊当中 叫做阿弗罗蒂特 那么这些关于神的 什么宙斯啊 赫拉呀等等 那这些关于神的故事 都属于miss 那就是我们说的神话故事 所以呢 古希腊的人 常讲这样的三种故事 那么他们经常讲 这三种故事 而且用同一种语言讲 所以大家逐渐 把这种语言记住了 把故事也记在心里了 这也是戏剧起源 和发展的一个基础 我们在很多戏剧起源 的文章当中 会看到这样的一个内容 甚至作为整篇文章 或者至少作为 其中一个自然段的 那这是最早的戏剧起源 而且对于大家都 使用希腊语 也是有一定帮助的 那那么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 一个经典的传奇故事 那一个非常的 我们平时大家 比较熟知的一个legend 古希腊常讲的一个legend 就是这个特洛伊木马 那么我们来看 特洛伊木马 叫做children wall children horse children horse 用来指特洛伊木马 说特洛伊之战 打了十年都没有成功 最后是凭借对方 在荒地上留了一个 木制的巨型的马 然后特洛伊城的主人 认为这是一个战利品 就把它带到城内 带到城内之后 很多战士从木马当中出来 那么攻克了特洛伊城 这是我们这个特洛伊之战 那有机会大家可以 通过书籍或者电影 去了解一下这段战争 而在这段战争中 不可缺少的一个人 就仍然是这个 海伦 我们刚才讲的 Lyda和宙斯的孩子 长得特别漂亮的 这个美女 叫做海伦 那么海伦 海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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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 已经 变成 海伦 海伦 已经变成了一个 非常常见的一个成语 一个非常常见的成语 这个成语 意思是指 叫红颜祸水 我们都知道 如果大家想说 红颜祸水的话 我们中文叫红颜祸水 我们翻成英文 千万不能翻译成 right face 你要穿一成 right face 老外肯定就懵了 那么稍微有那么一点 中国文化积淀的 一听你说right face 红颜 估计就想到关公那去了 对吧 跟美女没有什么关系 所以实际上 那么这里边 如果在英语里边 说红颜祸水 我们是用什么来说的 Helen of Troy 特洛伊的海伦 Helen of Troy 这地方应该是 T-R-O-Y 应该是T-R-O-Y 这地方我们把它改一下 T-R-O-Y Helen of Troy 特洛伊的海伦 用来指红颜祸水 因为整个特洛伊之战 就是因为海伦而打起来的 特洛伊之战是我们一定要记住的 古希腊的一个点 因为很多故事及内容 都是跟它有关的 那么说完特洛伊之战 接下来我们就来说 跟特洛伊之战分不开的 这个另一个托付常见考点 就是我们的河马史诗 我们先来看这个单词 叫做epic epic用来指史诗的意思 那么史诗都是一个什么呢 长的 那么along narrative narrative 这个单词用来指叙事的 a long narrative poem 一个很长的叙事性的诗集 关于什么呢 about a legendary hero 关于一个传奇英雄的 很长的叙事性故事 我们叫做epic 叫做史诗 那么说到史诗呢 我们不得不提的 非常重要的两个 就是河马这个人 叫做Homer 那么不得不提的 就是Homer这个人 所写的两部 那么wrote 他写两部 第一部叫伊利亚特 Eliad and the Odyssey 和奥德赛 伊利亚特和奥德赛 这两部 非常知名的史诗 我们一定要知道 他都讲的是什么呢 stories about the war between children and the Greeks which had happened between 900 and the 700 BCE 说呢 他是在 这个伊利亚特 和奥德赛 讲的都是 古希腊人 和特洛伊人 之间的战争的事 所以又跟特洛伊 有关系 那么我们继续来看 先来看第一个 Eliad Eliad Story of the last year of children war Eliad 川特讲的是 在特洛伊战争的 最后一年 所发生的事情 War had lasted 10 years 战争已经持续了 十年之久 Troy was defeated 特洛伊已经被打败了 当谁呢 当Ulysses 这个人叫尤利西斯 Ulysses When Ulysses and his men were able to get inside the walls of Troy concealed within the body of the children's horse 所以大家就知道 在这个巨大的木马 当中隐藏的战士 其中带逃的这一位 叫做Ulysses 那是这个人呢 带着他的士兵 藏在木马中 冲入城内 攻克了特洛伊城 而伊利亚特这部史诗 就讲述的是 在这场战争 最后一年 发生的这样的一件事情 那好 那么第二个非常知名的 就是我们的 Odyssey 奥德赛 奥德赛 The story of the journey of Ulysses and his men trying to get home after children walk 那么奥德赛 讲的是什么事呢 奥德赛 讲的是在 特洛伊战争之后 那么 尤利西斯和他的士兵 已经战胜了 这场 已经 尤利西斯和他的士兵 已经战胜了 这个特洛伊人 那么他们要回到 自己的家乡 那这次的返乡路 非常的艰辛 持续了十年 那么奥德赛 就是讲的 他在回家的路途当中 所发生的一些事情 An epic about humans on journey of life overcoming temptations along the way 这是一部史诗 讲述的是 人类在回家的过程当中 如何战胜 overcoming temptation 如何战胜各种各样的 诱惑的 那么这个是我们的奥德赛 那么在他回家途中的 诱惑之一呢 就是这个Syrans 那Syrans 我们可能很多朋友 都已经见过了 那Syrans Syrans A group of females who learn sailors by their singing Syrans 指的是在海中 会唱歌的女妖 那诱惑水手 那所以这个Syrans 的起源 就是来自于奥德赛的 那好 所以大家会发现 很多希腊里的内容 都是跟特洛伊 分不开的 那那么关于古希腊呢 我们就给大家 讲到这里 好 接下来呢 那我们来看一下古罗马 那古罗马呢 首先我们来看 和古希腊的对比 我们在考试的当中呢 真题 包括我们TPO当中 已经有文章 涉及过古希腊 和古罗马对比 我们来看 首先 The ancient Romans 那古罗马人 were realist 那是现实主义者 not idealist 而希腊人是什么呀 是理想主义者 所以我们可以 从哪就看得出来呢 我们可以从他们的雕像 雕像上就可以看得出来 他们的差别 那我们来看 他们的雕像 那 Statue 那Statues 他们的雕像 The Greeks made statues 比如说Perfect People 那古希腊人的雕像呢 往往都是Perfect的 不管这人长怎么样 雕像做出来 肯定是黄金分割笔的 特别漂亮的 那但是呢 The Romans created real life statues 那那么古罗马人呢 在刻雕像的时候 往往是根据 真人的实际情况来的 那么在古罗马 有一个非常知名的 国王的雕像 这个鼻子叼得特别的大 也非常的难看 但是是因为 国王实际就长成的样子 所以古罗马人 就会把这个Statues 雕像也做成那个样子 但是古希腊人不会 古希腊人呢 就算这个国王的鼻子 长得很大 估计也会把它做成 黄金比例的这种状态 那所以这是两个 特别大的 这个古希腊跟古罗马 对比的特别大的一个差别 那么接下来的一个差别呢 我们来看 The Romans built a rose over the empire 那罗马人在整个帝国中 修建公路 and all rose light to Rome 我们这就出现了 我们一个 约定俗成的说法叫 调调大路通罗马 all rose light to Rome 而且罗马人修建的这个路呢 是所有的路都是通向罗马的 但是古希腊人不一样 我们来看一下 The ancient Greeks had a rose 他们也有路 but they were not built nearly as well and the Greek's rules did not connect in any particular order 那么古希腊人相对来说就很随意 所以他修建的路并没有特别的规划 一定要通向哪一个城市 所以有的路走着走着就可能到尽头了 跟其他的路也没有交界 而古罗马就不一样 你不管怎么走 最后一定会走到罗马 那这也是非常大的差别之一 接下来我们看 古希腊跟古罗马 还有一个对比点 就是关于女性的地位的 那么关于女性地位这里呢 大家看 古希腊的女性 Greek women in ancient Greece except in Sparta Women had no rights 那在古希腊 除了斯巴达以外 为什么斯巴达除外呢 我们知道斯巴达的女性 也是会接受一些身体训练的 所以他们特别崇尚武艺 只要你身体够强壮 就是OK的 所以斯巴达除外 其他地方呢 Women had no rights 是没有权利的 They were the property of their husband 他们是他们老公的什么呀 Property叫做财产 那他们只是老公的财产而已 但是跟罗马非常的不一样 我们来看 Roman women 古罗马的女性 During the 500 years that the Roman was a republic Roman women could go to shop chat with friends and visit the temple all without asking their husband for permission 所以呢 其实对比起来呢 古罗马的女性 享有更高的自由权利 那他们可以呢 不经过丈夫的允许 自己去购物 与朋友谈天 或者是 with the temple 去神庙 都不需要 他们的丈夫的同意 所以这个女性地位上 在古罗马跟古希腊 也是有个非常明显的差别 那好 那么说到古罗马 有一点必须要说的 就是关于 Roman architecture 古罗马的建筑 我们刚才讲说 很多跟戏剧文学 有关的事 都会追溯到古希腊 而很多跟建筑 有关的事 就会追溯到古罗马 建筑的这个点 是我们大家 无论如何 一定要知道的一个点 反反复复 非常多次地考到 这样的一个单词 关于建筑起源当中 一个单词叫做 ARCH 什么叫做ARCH ARCH实际上 就是用来指 拱形 拱顶 我们叫做ARCH 大家看这个图片里面的 这些小的半圆 都属于拱的 拱的这种结构 就叫做ARCH 这是建筑学当中 非常伟大的一个发明 在我们不管是 考古罗马的文章 还是建筑发展史的文章中 都会提到这个单词 叫做ARCH 好 我们来看 The Romans used ARCH to support the things they built 他们会修建拱 来支撑重量 They built Victory Arches 叫做凯旋门 胜利的 这是拱形 这也是拱形 Victory Arches 凯旋门 Buildings 建筑 以及什么呢 叫做Aquiduct Aquiduct叫做水渠 都是结合这个拱形 来修建的 我们来看 他们的水渠 叫做Aquiduct The water floating in a tube on the top of the aquiduct called a water channel 那么大家看 水是在这个地方 流过去的 这一条蓝色的 叫做Water Channel 那么The Arch is supported the water channel 下面的拱形 是用来支持这个重量 大家发现 从这儿到这儿的 跨度非常大 而且又是悬空的 怎么才能做到呢 用不同的这个小拱来做 其实就是我们 以前上学的时候 在中学课本里面 学什么赵州桥啊 那么17孔桥啊 对吧 这种结构形式 拱形的 这是古罗马的 淫水渠 Aquiduct 那么再下面 The water flowed through 那么这个水呢 会从什么地方流呢 大家看 我们把刚才的那个图片 把刚才这个图片 做一个小的切面出来 小的切面出来 这里面有一个长方形的孔 是水流窝的地方 那 Rectangulum Rectangulum 用来指长方形 所以水呢 是在这个长方形的管道中 向前流动 The channel was lined with the concrete 那 Concrete呢 用来指水泥 罗马人是最早发现 和使用水泥的 叫做Concrete 混凝土 混凝土 所以实际上 罗马人在修建Aquidat 银水渠的时候 首先利用了Arch 拱 而且呢 采用了Concrete 混凝土 这都是罗马人 非常著名的 这个发明 那 我们继续往下来看 那 那么这里面 凯旋门 表示胜利的门 那 大家看 都是拱形的 那都是拱形的 To celebrate Military success 用来庆祝 军事上的胜利 那 好 那么还有用到拱形的 我们看这个是什么呀 一看图片 我们就知道是叫做竞技场啊 那么这个竞技场呢 也是一个主要的拱形建筑 我们来看 竞技场的拼写 C-O-L-I-S-E-U-M 那 叫做Coliseum Coliseum用来指竞技场 a place for sports 那 它也是用了很多拱形式的建筑 那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Coliseum Coliseum a blend of Greek and Roman architecture 那么这个 我们叫竞技场 The arches are supported by central columns 我们来记住这个单词 Column 这个单词一定要记住 叫做高柱子 说呢 这些拱形是被一些高柱 所支撑的 在竞技场当中 那 我们来看 这是一个很大的竞技场的图片 大家看 每一个这样的拱形 旁边都是有Columns 那这是一根Columns 一个支柱 第二根Columns 在Columns中间 有拱形来支撑上面的重量 而且呢 在竞技场当中 不同的人是要坐在不同的位置的 比如说 最下面 也就是我们现在的剧院 离现场最近的那一层 叫什么呢 离现场最近的那一层 我们给它叫做 现在叫做VIP 或者叫做贵宾席 对吧 那么古代的 古罗马也是这样 那 他们呢 最下面的这一层 也是贵宾席 也是 Wealthy and Powerful Citizens 又有钱又有力量的人 坐在最下面 中间是Ordinary Citizens 普通的坐席 再往上呢 也是Ordinary Citizens 上面都是普通席 而下面是贵宾席 排列跟我们现在的剧院差不多 那 好 接下来我们说一下 关于拱形呢 是怎么来支撑重量的 How does an arch work 那拱形是怎么工作的呢 叫Keystones 我们来看这个Keystone Keystone呢 叫做拱顶石 The Keystone is the right stone at the top of the arch 那么拱形的这个石头呢 是在顶端的 是在顶端的 是在顶端 大家看这儿 这儿就是它拱顶的这个石头 The Keystone is the right stone at the top of the arch 而且呢 这个地方呢 是会承载一些重量的 好 那么在下面一个内容 大家看 在下面这个单词呢 叫做Uthwall Uthwalls 指的是拱石的意思 The semi-circular stones on either side of the keystone 大家看那个红色的 叫Keystone 而拱形的半圆呢 这两个部分呢 都叫做Uthwalls 这个 semi-circular半圆形的 两边的这个 都是Uthwalls 叫做拱石 The Uthwalls bring the weight to the columns that go to the ground 那么它会把重量 分散到地面上 Uthwalls会把重量 通过column下面的柱子 传递到地面上 这样的话呢 就可以建造出一个 有跨度的结构 除了Uthwall以外 关于拱形 我们还需要知道的 一个单词是谁呢 是这个buttrice buttrice buttrice 指的是拱壁的意思 buttrice the square 那么这个方形的 或者是长方形的blocks between each arch are buttress the buttresses make a column that takes the weight all the way to the ground 那么拱壁呢 可以整个把它的这个重量 全部都分配到地面上去 可以把重量全部分配到地面上 好 那么这是我们关于拱形的几个关键的点 我们就给大家讲到这里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就来看我们第一章的这些重要的词汇 我们来给大家做一个连线的练习 把这些重要的词汇呢 做一个复习 然后在这之后呢 我们会带着大家做一些相关的真体的练习 把我们这个背景当中的相关的重要内容呢 再做一次练习 好 我们先来看这个连线 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单词叫做city state 回忆一下我们刚刚讲过 city state叫做什么来着 城邦 那好 那么我们就把它连过来 city state叫做城邦 好 那么再下一个单词呢 叫做conquer conquer还记得什么意思吗 表示攻占 占领 攻克 所以我们连到这里 那好 那么再下一个单词 我们一块来回忆 叫做diamond crazy diamond crazy叫做民主的 那那么我们连线连到这里 叫做民主的 那么再下面一个词汇叫做navi 我们说古希腊 雅典 那essence 他们有很强壮的navi navi叫做什么来着 navi叫做海军 所以呢我们在这儿把它连过来 navi叫做海军 那么再下一个单词呢 叫做philosopher 那philosopher我们也给大家讲过 philosopher表示爱智慧的人 也就是我们现在经常说到的 philosopher叫做哲学家 那叫做哲学家 所以我们在这儿画过来 philosopher叫做哲学家 那么再下面一个单词呢 叫做epic epic叫做史诗 我们画过来 epic叫做史诗 好 再下一单词叫做aquidot aquidot dot表示引导的意思 aquidot表示水 所以aquidot叫做引水渠 那我们画过来水渠 那么最后一个单词叫做column column我们在讲建筑的时候 大家还记不记得古罗马的建筑 column叫做高柱 柱子的意思 所以呢我们画到这里 那column叫做高柱 那这是我们的这一系列的连 这个连线我们就给大家做到